11月19日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 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 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 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 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 往上和往下相融合 广泛汇聚 向上 向善力量 各界党委和政府要担当责任 网络平台 社会组织 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推进文明办网 文明用网 文明上网 以时代新风塑造和进化网络空间 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开幕式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 他说 要以文化培育为基础 以实践养成为关键 以综合治网为保障 以贡献共享为目标 在网上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文明理念 培育文明风尚 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表示 新时代发展何种网络文明 建设怎样的网络空间 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实现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 既要有过硬的核心技术 发达的基础设施 繁荣的数字经济 也要有积极健康的网络内容 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规范有序的网络环境 让数字文明更好造福人民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主任 国家网信办主任 庄中文表示 互联网已全面走进千家万户 网络文明是随着互联网发展 而产生的新的文明形态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是推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 是推动网线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增强医问网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的现实需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网络科学 与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 吴建平表示 网络文明建设 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是需要全社会多领域 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 互联网是网络空间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互联网合计技术创新 已成为网络空间 行为规范 生态智力和文明创建的 关键因素 它必然是网络空间 治理和文明 网络文明建设的 重要手段和基本支撑 谈及近十年互联网行业 飞速发展的同时 暴露出的问题 快手科技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肃华表示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快手作为国内领先的 直播短视频平台 一直牢记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大就要有大的担当 深入推进 清朗 进网 系列专项行动 为广大用户构建 向上向散的网络文明 和风轻气震的网络生态 央视网董事长前卫指出 互联网已成为人类的 第二生存空间 相比其他文明形态 网络文明具有更明显的 科技驱动性 需要善用新技术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 用得好是利器 将成为守镇创新的 建设性力量 用不好则会带来 深度伪造 算法陷阱等等新问题 互联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愿我们携手前行 永当网络文明建设 引领者 主论坛还发布了 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 时间大事 和共建网络文明行动倡议 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主题为 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携手建设网络文明 由中央网新办 中央文明办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大会期间 还将举办 网络内容建设等 七场分论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